现在我们利用导数来求函数的近似值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立体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例子 例如说 根号24 它大整等于多少 它差不多就是5 但是它不是 那我们给出它的一个近似值 那例如说 三次根号9 二次根号9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3 但是三次根号9等于多少 我们不知道 例如说 Tangent 44度 这个等于多少 那我们来看 类似于这种体 Tangent 44度差不多就是1 Tangent 45度等于1 三次根号9 差不多就是2 比2多一点 因为三次根号8 就是等于2 那这些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近似值 可能比较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近似程度 我们说是线性近似 那什么是线性近似 那我们开心 那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函数在这一点处的导数 是 Limit H Limit H 去近于0 这是F X 加上H 减去F X 除以H 这是它的 这是它的这个 导数的定义 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把这个Limit去掉 那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实际上它是 那就 它就不是严格的值了 那就差不多就是F X 加上H 减去F X 除以H 那么 回过头来实际上就是F X 加上H 减去F X 差不多就是 在这一点处的导数乘上H 当H很小的话 这个近似程度 就比较好 H越小 这个近似程度越高 那么 同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知道F X加上H 近似于 F X 加上在这一天处的导数H 那么 有时候我们会写成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说F X 加上Delta X就是X的变化量 它差不多就是F X 在这一点处的导数 加上在这一点处的导数乘上Delta X 或者写成另外 一种形式 一种形式 F X 0 加上 F X F X 差不多就是F X 0 加上F 在X0处的导数 再乘上X X 0 那么 那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们知道F X的导数 它 如果说写成是Limit Delta 就是把H写成DeltaX X 或者说是在X0处的导数它是X区间X0 这是F X加上F F X 减去F X 减去F X 0 那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当然写成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 你就是主要是在它附近那一点 它附近的点 是水附近的点 那我们利用刚才的这个方法 我们知道在这一点处的附近 那么就是X的附近 它们是X加上H 那么可以说 就在这一点的 这一点处的导数 再加上 这一点处的值 加上这一点处的导数 乘上它的自变量的增量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 Approximate 根号24 那它很像根号25 那我们就首先我们let 首先F X 等于根号X 因为它这个函数 这是根号24 它最接近的函数 那么就是根号X 当X等于24的时候 那我们看 我们可以定X 我们用X0 表示吧 X0等于25 X等于24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ΔX 等于X减上X0等于-1 因为是在这一点处的值 我们用到最后这个公式 这就比较 这个可能比较 在计算上 它不会有太多的符号上的 困扰 那么我们X0 表示在某一个固定的值 X是我们要求的这一点的值 好 X-X0是等于-1 就是ΔX 那么Fx的导数 是等于2倍根号X分之1 那么它在25 这点处的导数是10分之1 所以F24 它是约等于F25 这是X0 这是X 24是X 25是X0 再加上F在25处的导数 再乘上-1 那么F25 我们知道F25 是等于根号25 所以是等于5 所以F25是5 在这25处的导数 是1 10分之1 再乘上-1 所以是-0.1 所以等于4.9 根号24 差不多就是4.9 嗯 我们可以拿计算器换一下 我们可以拿计算器算一下 24 根号24 它的严格的值是等于4.89 89 89 79 后面还有啊 那我们看 这跟4.9就非常非常之接近了 也就是说4.9 它的近似程度已经很好了 你看X和X和它的这个X0的值相差1已经不算很小了 但是它的近似值已经比较好了 那例如说 如果你根号24.5 那它的近似程度就更高 根号24.5的话 它的近似程度就更高 这是我们第一个 那我们把刚才另外两个我们开 再看一看 我们三次根号9 那么这是三次根号 那我们就 取 F X就是三次根号X 因为你把这个值当成X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直接先把它的导数算出来 导数是 嗯 这是三分之一 X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一 X的负三分之二 是三倍 这是 里面是X平方 这是三次根号X平方分之一 那么我们看 取X0等于8 那么X就等于9 X-X0 这是DX 这是等于1 所以F9可以近似的写生 这是F8加上在8处的导数 再乘上DX 那么F8是三次根号8 再加上在8处的 在8这一点的导数 所以是3被 那三次根号这8的平方 再乘上DX是1 我们三次根号8是2 嗯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先把8开3次 再平方就行了 这是 这是4 你可以写64开3次 其实也是4 所以是12分之1 2加上12分之1 12分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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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也是一个小数 就是 呃 是2.08333 我们可以用2.08333 是这样的一个值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 它的这个严格的值 3次根号9 我们看一下它的严格的值 可以拿计算器算一算 这个我还不好算啊 这是计算器 嗯 嗯 三次根号 这个我还不好算啊 我这计算器不行 那我这里 三次根号9 这个计算器还真来不及 我们可以自己去拿计算器去算算啊 这里我就不在 我这计算器不好用 好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我们 我们 算一下 tangent 44度 那它的基本的做法 我们看 我们这是tangent 我们就直接 令fx 就等于tangent x 那么fx的导数就是 c看着x的平方 那我们另外令x0是等于45度 它是等于 呃 是等于四分之π x等于44度 x-1度 那么1度是180分之π 所以f44度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是 是 近似于f45度 再加上f在45度的导数 再乘上 负的我们可以 这是负的180分之π 这是x-x0 f45度 tangent的45度是1 那么45 那么45 second x second x在45度的时候是√2 所以是2乘上-180度 √2的平方 所以是等于1-90分之π 这是它的近似值 这是摊成的44度的近似值 3.14 具体 这个我们就算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们也可以去算一算 这个摊成的44度 大概用计算器算一算 你看差别是多少 可以检查一下 看它的近似程度是不是比较好